史莱克其他六怪 奥斯卡显然是用尽全力 脸色变了 宁荣荣使用容环技能 对魂力消耗巨大 更是不堪重负 马洪俊传递魂力的时候 甚至是前仰后章 戴木白接收到魂力的时候 两只邪谋一下就露出来 显然身体负载过大 朱竹青更是眼睛瞪的老大 非常有压迫感 三哥受到前七人的魂力冲击 一下就升到了空中 从这六个人的反应可以看出来 他们虽然凝聚出了强悍无比的浩天锤 但每个人的身体负载 也属实是过大了 而小五却没有任何的不适 甚至是轻轻松松的将魂力传递给了前面的队友 小五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巨大的魂力 压迫下还表现得如此轻松自然 就是因为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点 小五有着十万年修为 其修为决定了 他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极好的 小五是十万年修为的魂兽 修炼的时间非常长 凝集在小五身体上的 不仅是人的肌肉细胞 更有着前十万年修为精华 第二点是因为 他经常受到唐三指点 能够将来自外界的压力释放 也会点例如唐门绝技 四两波千斤这样的技能 所以释放魂力压迫 对于小五来说也不是一件难事 第三点 小五本身是魂兽 虽然幻化成人 但是身体还是魂兽的身体 十万年魂兽的身体 甚至比一位同等级魂兽的身体 还要硬朗出许多许多 承受浩天真身的压力 相比同等级的魂兽 要简单多了 而且小五在幻化成人形之后 经过了大师的魔鬼训练 身体素质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大家认为小五 为什么承受重压 却依然表现得如此轻松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